生命的长度与宽度,拓展精神境界的奇妙旅程。在我们漫长的生命旅程中,有两个方面同等重要。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宽度。生命的长度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时间。它部分受遗传基因的支配,但也受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健康选择的影响。 然而,生命的宽度却是我们完全掌握的。它反映了我们的思维,情感和精神内涵的深度。 一,生命的长度,天然的赠予与积极的选择。生命的长度,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一个天然赠予。 它部分由我们的遗传基因所决定。而出生时的基因构成,以及遗传因素,如家族史,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寿命。 然而,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遗传基因。这是生命的起点。但是,我们并非完全无能为力。 尽管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,但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和健康决策来影响生命的长度。 这包括,一,饮食习惯。健康的饮食是延长寿命的重要因素。 摄入适量的水果、蔬菜、全穀物和蛋白质,限制高糖、高脂肪和高盐食物的摄入,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。 二,锻炼。定期的体育锻炼对心血管健康。 肌肉强度和灵活性都有益处。适度的有氧运动,如散步、慢跑或游泳,可以提高生命的质量和长度。 三,不吸烟。吸烟与许多健康问题,包括癌症、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有关。戒烟是改善寿命的重要一步。 四,控制压力。长期暴露于高压力环境可能损害健康。 学会管理压力。通过冥想、放松技巧和社交支持来提高心理健康。 五,定期体检。定期体检可以帮助早期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,并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。 六,健康的睡眠。充足的睡眠对身体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。 建立健康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增加生命的长度。 七,社交互动。保持积极的社交关系和人际互动有助于心理健康,并可能延长寿命。 八,健康心态。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与长寿有关。 保持积极心态可以减轻压力,增强身体的免疫力。 九,领域知识和精神。继续学习和保持精神的活跃与认知能力和生活质量相关。 十,预防措施。 接种疫苗。 遵循安全规则和减少意外伤害有助于减少生命的风险。 综上所述,生命的长度受遗传因素的影响。 但我们仍然有很大的主动权来延长寿命。 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决策,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命添加宝贵的岁月。 二,生命的宽度,拓展精神的无限可能。 生命的宽度是我们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扩展。 它反映了我们的思维、情感和精神内涵的深度。 生命的宽度是我们完全掌握的领域。 它取决于我们的心智、情感和内在世界的丰富性。 一,理想与报复。 生命的宽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的理想和报复的塑造。 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报复可以给我们的生命注入方向和动力。 无论是追求职业成功,为社会做贡献,还是追求个人成长。 理想和报复都是拓展生命宽度的重要因素。 二,知识与学习。 终身学习是拓展生命宽度的关键。 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,培养技能,探索不同领域。 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思维,深化对世界的理解,拓展精神的边界。 三,创造力与艺术。 参与创造性活动,如绘画、音乐、写作或其他艺术形式,可以启发我们的创造力,让我们深入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感受。 四,艺术和创造性的体验可以让生命更加丰富多彩。 四,内心与精神成长。 通过内心,冥想和反思。 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。 精神成长不仅包括自我认知,还包括对人生和宇宙的更深刻理解。 这种成长可以拓展我们的生命宽度,使我们更加明智和满足。 五,社交与人际关系。 健康的人际关系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宽度,建立深刻的连接,分享经验和情感。 有助于拓展我们的情感世界,使我们更有共情力。 六,服务与社会参与。 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是拓展生命宽度的重要方式。 参与志愿活动,关心社会问题。 分享自己的资源和时间,可以让我们感到满足,并为生命赋予更大的深度。 七,逆境与成长。 生命的宽度还与我们处理逆境和挑战的能力有关。 从困难和失败中学习,培养坚韧和适应力,可以使我们更加强大,拓展生命的宽度。 八,意义与心灵的翱翔。 最终,生命的宽度体现在我们对意义和价值观的思考上,深入探讨生命的目的、价值观和信仰,可以为我们的生命赋予更深刻的内涵。 在生命的宽度的拓展过程中,我们变得更为丰富多彩,更有深度,更有内涵。 我们不仅更好地理解自己,还更好地理解世界,建立更深刻的关系,创造更有意义的人生。 结局,平衡长度与宽度,生命的长度和宽度是相互联系的。 延长生命的长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来探索和拓展生命的宽度。 然而,生命的宽度同样也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和利用生命的长度。 因此,我们应该追求一个平衡,即关心身体健康。 延长生命的长度,又关心精神内涵的拓展。 让生命更有深度和意义,让我们用心去书写,创造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生。